美国众议院刚刚通过了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 那这个法案里面主要是提高美国在科技各方面的竞争力 那指向的对象是中国 那里面有关台湾的部分呢 提到协助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以及协助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 另外比较具体的是 将台湾驻美国的叫做台北经贸文化代表处 证明为台湾代表处 所以这一个美国竞争法案呢 一般在美国的政界被定义为提高美国竞争力 然后与中国对抗的法案 那里面自然就会提到台湾 那有关台湾的部分 我们感谢美国的众议院国会 长期对民主台湾的支持与协助 那至于台湾的代表处 能不能从TECRO台北经贸文化代表处 提升证明为台湾代表处 除了国会的法案以外呢 关键点还在美国的行政部门 所以我们等待美国国务院行政部门的批准 或者执行 那我想台美关系来到史上最好的阶段 那在有关台湾名称的部分 我们尊重美国的决策 但是乐见往正向的方向来发展